好 各位先生好 下面我们来讲第十二章 或有事项 我们先来看历年考勤概况 本章主要是以客观题的形式来进行考察的 那么也就是说通常来讲分值呢 那么是在两分到四分左右 也就是说一到两个题目 那么客观题的考点主要是或有事项的概述 有关的概念 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猎豹等等 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预计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多 这是一个 那么主观题呢 主观题在本章内容也可以考 但是和有关章节结合 那么主观题的考点主要是未结诉讼 代值合同变为亏损合同等快处理 与差错更正考过和日后事项考过和所得税结合也考过 那么这两年和差错更正结合没有考 那么和日后事项呢 在机考以后 那么涉及到本章的知识点和日后事项结合呢 大概是出现两到三次 和所得税那经常出现的 除此以外 本章的题目难度并不是很大 相对比较简单 重点关注预计负债的具体业务的账务处理 具体业务 好 再来看近年考点之一 那么第一个 或有事项的概述 单项选择 多项选择 考评指数一颗心 那么21年出现了 20年也出现了 考察或有事项的概念 还有确认的一些论述 让你来判断是否正确还是错误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 单项选择 21年 20年都出现过了 所以你看这两年考试当中啊 那么概念性东西 那么所占的比重有所提高啊 给出资料 判断或有事项的说法 是否正确还是错误 计算应确的损失的金额 好 再看 具体用了 这个是三颗心的 看到吗 或有事项会计处理的具体用 那么计算题出现过 综合题 单项选择都出现过 看到吗 所以给三颗心 从21年到15年 你看了吗 哪年都有 哪年都有 那么给出相关的资料 判断各项业务或 或有事项的快处理 是否正确 那么就小题了 那么计算应确的损失 那么预计负债 然后呢 与日后事项结合的账务处理 与收入相结合账务处理 所以这张内容和收入结合的话 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产品质量保证 产品质量保证和收入可以结合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收入这一张的其他内容 也可以和本张内容去结合在一起 就是通常所讲 研保服务和我们这儿的产品质量保证 这两个内容往往是可以结合在一起考的 另外代结合的变为亏损合同的快处理 那么这个内容必定还是比较新的内容 那么考察与重组义务有关的判断 与差错更正结合等有关问题 好再来看 本张2022年考试主要变化 增加了解块准则解释公告第15号 那么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的内容 那么亏损合同这个内容 那么在收入准则没有颁布之前 那么都没问题了 对吧 那么收入准则颁布了以后 里面涉及到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中包含内容 和我们这块的亏损合同有关系吗 肯定有关系 所以明确了一下 其他本章内容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动 好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 第一个问题最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或有事项的概述 第一或有事项的特征 什么是或有事项 从字面上能看出来或有事项 或者有或者没有的事项 叫或有 所以这个内容专门有一个准则来规论它 那么就是写块准则第13号准则规范的 或者有或者没有啊 指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的 其结果需由未来某些事项的发生 或不发生才能决定的强调不确定事项 一定是不确定 确定事项不属于它了 所以强调的就是或者有或者没有 或者发生或者不发生 对不确定事项 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确定事项排除在外 好再来看特征 第一个特征 或有事项一定是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的 过去的 那么看一下快速回答 奖公司的售出的产品提供三包服务 那么这是不是由过去的交易事项所形成呢 是的 也就是说因为对已实现的销售的产品 提供产品质量保证 这是我们国家规定三包 是强制的 必须的 所以我们在会计核算的时候 对于可能会发生的损失 那么也就是卖出去产品 那么由于质量问题 我要给人修理啊 可能发生的废话和损失 那么这个内容对我起来讲 就是什么 已经卖出去的产品 我要提供三包 我要给人修理 对吧 那么没有卖出去的 那么就不可能提供三包服务 所以只有卖出去 以实现销售的这个产品 才能提供质量保证 那么这属于货有吗 属于货有 也可能会发生 也可能不会发生 也可能会出现质量问题啊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再好的产品 你说吧 有没有质量问题 或多或少都会有点 对吧 只不过的概率大还是小而已了 大毛病小毛病而已了 或多或少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内容对我们来讲 是属于货有事项 是过去的啊 已经卖出去的 再来接着看 A公司状告B公司 侵犯专利技术 要求其赔偿 法院已受理 但尚未判决 那么这个事项 是不是过去的交易事项 是的 是的 所以说啊 所以说 你是 假的你是原本告我 被告 你起诉我了 你起诉我了 对吧 你起诉我了 好 然后呢 法院还没判呢 还没判呢 但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对我来 我是被告啊 我是被告 那么这个事项对我来讲 就有可能赔偿 对吧 有可能我败诉 但也可能我胜诉 但强调过去的 是过去的 是我过去的经济行为 过去的这个事项 所引起的 目前存在的 所以这个强调也是过去的 也是过去的 好 所以是的 所以该事项 是由过去的 侵权的这个行为 所引起的 也属于货有事项 那么这个货有事项 以后啊 也可能我败诉 也可能我胜诉 都有可能 所以是不确定的 好 第二个特征 或有事项的结果 具有不确定性 那么第一个 或有事项的结果 是否发生 具有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 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来看 快速回答 比如说 B公司从一行 取得了借款 那么借款期限三年 B公司的母公司 A公司 为其提供债务担保 那么这个事项 对我们A公司来讲 属于货有事项吗 属于 比如说 我 为你们担保了 你们从银行取得借款了 你们拿了钱了 对吧 我给你们担保了 担保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 要注意啊 如果到期的时候 你们还不了银行钱 到期还本付息 还不了钱 那么银行得找我来 那么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 也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到期以后 你们把钱还给银行了 我就不会成了连带责任 如果你们到期 还不了银行钱 我有可能成为连带责任 我要替你们还钱 如果说法院要起诉的话 我就有可能成为第二被告 那么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 现在知道吗 不知道 不确定 那么三年后 你才能确定 所以现在具有不确定性 好 那么第二 获有事项的结果 即使预计会发生 但是发生的具体时间 不确定 发生的金额 不确定 两个不确定 来看 快速回答 A公司因产品生产排物 治理不利 并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了 结果呢 A公司周围的村镇居民 集体起诉A公司 那么污染环境 并提出索赔要求 没有特殊情况 那么我们肯定会败诉的 对吧 很可能败诉 是吧 但是在诉讼成立时 该企业因败诉 将支出多少钱 知道吗 不知道 赔多少钱 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他们所提出的要求 无理要求 各种各样的 什么精神损失了 什么这损失 那损失加在一起 要求赔几个亿 我这企业注册资本才50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赔多少钱 我哪知道 那我只只能听法院的 只能听法院的 那或者是何时将发生之初 也不确定 我只能听法院的判决了 所以都难以确定 那么这些事项对我来讲 那么属于或有的事项吗 当然属于了 所以金额赔多少钱 不知道 具体什么时间赔 不知道 都不确定 所以这个事项对我来讲 这个结果我估计会败诉 但赔多少钱我不知道 所以不确定 也属于或有事项特征 第三 或有事项的结果 需由未来的事项决定 那么由未来事项决定 是指或有事项的结果 只能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 或不发生才能决定 那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我替你们担保 我母公司 你子公司 我问你进行债务担保 担保完了以后 那么注意的问题是 在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我认为你们能够到期还本付期 也可能三年后到期 还不了本付不了期 我要承担连带责 对吧 所以只有在被担保方到期 真的无力偿还时 那么我担保方才会承担 偿还债务的这个连带责任 而该债务担保最终 是否会导致我需要履行 偿还义务这个连带责任 那么只能看被担保方 未来经营情况 还有偿债能力 三年后未来的经营情况 和偿债能力 如果被担保方 经营状良好 财务状良好 到期还本付期了 就较高的信用 那么这种情形 我就不会承担连带责任 对吧 如果三年后真的还不了钱了 那我得替他还钱 那么这种情形我也没钱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成为第二被告 你们是第一被告 对吧 我就有可能承担 诉讼的一些损失了 所以这个或有事项 结果只能未来 这个不确定事项 发生或不发生 才能决定 这就是 或有事项的 它的特征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或有负债和 或有资产 那么或有事项 包含内容 那么可以包括 或有负债 也可以包括 或有资产 这都属于 或有事项中内容 那么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 或有负债 什么是 或有负债 那么这里 谈的是三个层次 谈的三个层次 那么是指 过去交易事项 所形成的 潜在义务 所以这里叫 潜在义务 需要通过未来 不确定事项的 发生或不发生 与证实 这是第一层意思 三层意思 潜在义务 什么叫潜在义务 就第一次 说我这企业生产化工产品 把周围环境给污染了 说污染了 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周围的村民把我给起诉了 好 说我环境污染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问题出现了 我的企业的环保部分 我企业的环保部分 对排污口 比如排污水 排污水 那么对排污口 进行了反复测试 认为我目前达到 我们国家的环保部门 规定的标准 对吧 这种情况下 你告许吧 对吧 我违法吗 我不违法 因为我现在目前 在国家规定的 排污标准范围之内 所以这就是 怎么 需要通过什么 未来不确定 发生或不发生 才能语证实 所以这就是 或有负债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或有或者什么 是过去的 这个或有上 是过去的交易事项 所形成的 不是潜在了 是现实的义务了 那么旅行该有 不是很可能 不是很可能 导致经济流出企业 那么这是第二层 也是 这是第二层 也是 虽然是什么 是现实义务 是现实义务 但是旅行该有 不是很可能 这个不是很可能 概率是在 百分之五十以下 百分之五十以下 也就是说 对我们来讲 我认为败诉的可能性 并不是很大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 不就不是很可能吗 百分之三十 这种情况下 也属于或有负债 这是第二层意思 第三层意思 要不然就是 该义务的金额 不能确定 所以看到吗 三层意思 三层意思 那么这三层意思 满足 任何一句话 那么都是属于或有负债 或有负债 不是真负债 也就不能入表 进不了资产负债表的 所以我看看 或有负债 无论是现实的 还是潜在义务 均不符合负债的确认条件 因而就不能确认 不能确认的话 也就是说 什么叫确认 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中 确认为负债的 那么只能去披露去 只能去披露 满足披露的要求 去披露 好 这是一个 但这个披露顺便说一下 也就是极小导致经济流出企业的 或有负债是不需要披露 极小 导致极小可能性 导致经济流出企业的 或有市场不需要披露 好 那么这一调 或有资产 还是带或有两字 或有资产是指 过去交易事项所形成的 潜在资产 不是真资产 其存在需通过未来不确定 事项了发生和不发生 予以证实 所以 现在知道 不知道 只能未来 只能未来 所以潜在的 例如 有个例子 我起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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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我认为 我的胜诉可能性 我的胜诉可能性很大 但是 现在法院没判的 没判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我能胜诉 我认为胜诉 估计概率80% 我只认为 很可能 我只说很可能 就我说的用语 很可能胜诉 但是法院没判的 没判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 就或有资产 其存在 只能有 通过未来不确定事件 发生和不发生 预证实 如果以后真的 我胜诉了 而且我预计能收到赔款 那么这时候 这个或有资产 就有可能转回真正资产 但现在不是真正资产 但或有俩字都不是真正的 或有负债 不是真正负债 或有资产 不是真正的资产 所以都入不了表 进不了表 所以或有资产 是潜在资产 不是真的资产 不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 因而 你就不能确认 不能进资产负债表 好 那么只有在很可能 我刚才说很可能 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入企业的时候 才能在负中去披露 只能是披露 你编不了分路 编不了分路 进不了资产负债表 这个意思 所以或有负债 或有资产 在这里头都入不了表 进不了资产负债表 第三 或有负债 或有资产 转化为真正的负债 转化为真正资产 那么这个或有负债 转化为真正的负债 叫预计负债 那么或有资产 转化为真正资产 转化为真正的 一般来讲 走其他应收款 好 那么第一 或有负债 转化为预计负债 随着实际界的推移 和事态的进展 或有负债 对应的潜在的义务 可能转化为现实义务 现实义务 例如我刚才说了 说我排污 并没有对造成 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标准 我排污的标准 目前符合国家 环保部门的标准 好 那么当时我们是潜在意 我没问题吧 那么随着事态发展 因为北京要冬奥会 大家知道冬奥会 那么这种情况下 还有北京要保证蓝天工程 等等等等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碳排放等有关问题 好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现在出台了 更严格的环保的这个 排污标准 原来我没有超标 现在超标了 现在超标了 那么原来叫潜在义务 现在叫现实义务了 有一个 那么接着看 原本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 那么现在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企业了 那么这是一个 并且呢 现实义务的金额能可靠计量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 货有负债就有可能转化为真正的预计负债 那么如果能够转化为真正的预计负债 那么就要确认 确认的话叫入表 入资产负债表 叫入表 入资产负债表 这是第一个 第二 货有资产有可能形成真正资产 货有资产也是一样的 其对应的潜在资产最终是否能够流入企业 逐渐明确了 如果某一十年企业基本确定 看好了概率了吗 后来讲到 基本确定是百分之百以下 不含百分之百 95以上 不含95 那么叫基本去能够收到这项潜在资产 并且其金额能可靠计量情况下 那么就应当确认为什么资产了 例如我还是原告你们被告 我起诉你们侵犯我的专利技术 那么在这时候注意 那么反正判了判了 判了判决了 判决了当庭表示 你们被告当庭表示 那么不再上诉了 不再上诉了 那么这个赔款说明天就可以给我钱 而且你们有财务这个能力 支持支付 比如一百万给我 在这个时候资产不代表日 对我来讲 我就可以 确认为真正资产吗 可以确认真正资产 借记其他营收款 但营业外收入 因为基本确定 因为你们有承诺 当庭表态 要给我这笔钱 我明天就给我 今天什么日子 今天是 假定今天是 这个12月31号 好 那么对我来讲 基本确定能收到这笔钱了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对我来讲 我就可以确了 这叫转换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历年的考题 多项选择19年题目 或有事项是一个不确定的事项 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下列各项中属于或有事项 直接形成的结果 或有事项 或有事项 直接形成结果 注意或有事项 或有吧 或有事项可以包括或有负债 或有资产 都可以吧 都可以 都可以 也可以是什么 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 都可以 好 那么来看一下 属于或有事项的 直接形成的 人家说的词非常准确 直接形成 不是见见的 预计负债 那么这属于吗 属于直接形成的 或有负债 也是 那么或有负债 可以转换为什么 预计负债 没问题吧 注意 预计负债 这个内容 也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或有事项所形成的 好 或有资产 也是只有不确定性 因预期获得补偿 获得补偿 而确认的资产 预期获得补偿 是指的 因确认的 或有事项 确认或有事项 这个确认或有事项 转换为预计负债了 而从第三方得到补偿 一般来讲 指第三方得到补偿 而确认资产 那么这个事项 叫什么 叫确定事项 所以我来看一下 这个解析 或有事项 是指过去交易事项 所形成的 没问题吧 其结果是由 某些未来事项的 发生或不发生 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 而这个资产 是确定事项了 对吧 所以或有事项 一定要注意 在一定条件下 那么你需要确认 预计负债或资产 那么注意的问题是 选项地是预期获得补偿 而确认的资产 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确定事项了 而或有事项 通常讲的是不确定事项 不确定事项 好 所以这个地 我们在这儿 不能选了 预期获得补偿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是因为我要确认预计负债 我确认预计负债 从第三方得到补偿 从第三方得到补偿 那么这个内容 是属于间接形成的结果 是或有需要间接 不是直接形成的 好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ABC ABC 这是我们讲的 一个最最基本的 一个概念性内容 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看下一支点 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 第一 预计负债的确认 那么根据企业快准则规定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 同时满足下面三个条件时 才能确认为预计负债 那么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只能作用过有负债 只能作用过有负债去披露 好 下面看两张图 那么第一个条件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那么第二个呢 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 那么第三个呢 该义务的金额能可靠的计量 这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的情况下 才能确认为预计负债 下面说第一个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现实义务 指什么 指这意思 指企业在当前条件下 以承担义务 也就是企业没有别的可选择 你只能履行这个义务 你才能解脱你的责任 要不然解脱不了你的责任 所以只能履行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们说讲现实义务 不是潜在的 不是潜在 你只能履行 好 那么这个现实义务 既包括我们以前所讲法定义务 又包括什么 推定义务都可以 法定和推定 那么第二 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起 那么这指的什么 是在 多少 50以上不含50 95%以下 含95 那么这讲的什么 讲的很可能 讲的概率 讲的概率 第三个 该义务的金额能可靠计量 指的什么 指的是这个金额 能够合理的估计 只要能合理估计都可以 好了 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必须同时满足 才能编一笔分路 那么代际预计负债 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只能作为或有负债去披露 那么再来看概率 那么这个概率 我想说一下 那么第一个概率 我们一般用的很少 极小可能是大于零 小于等于5% 这叫极小可能 极小可能发生的或有负债 那么在这是不需要披露的 第二讲的可能 这可能的话是 是什么 是大于5% 小于等于50% 这叫可能 我们用了最多的叫很可能 很可能是大于50% 小于等于95% 那么最后一个基本确定 我们也有这两个用的比较多 是大于95% 小于100% 没有等号 等号叫确定了 等号叫确定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概率 讲的这个发生的概率 这个层次的划分 以后我们在学收入准则的时候 还有一个术语 叫极可能 叫极可能 这个极可能 在收入准则中会用到的 我们现在先不说了 我们就顺便知道一下 这个术语可以了 极可能 好 再接着看 一道计算题 先来练练 热热身 我这道题想说明什么 想说明预计负债那三个条件 满足了 怎么办 不满足怎么办 所以资料 蒋公司 22年有关资料如下 要求 那么判断 是否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 这一问 如果满足的话 那么别分路 好 来看第一个吧 甲公司被A公司状告 侵犯其专利权 法院受理了 至2年12月31日 法院还没判 没判呢 甲公司的法律过程认为 那么败诉可能性80% 如果败诉 按照目前类似的案件和情况分析 估计很可能赔偿60万元 承担诉讼费3万 好 甲公司快处理如下 我们先来判断 满足不满足 那三个条件 同时的关系 第一 属于现实义务吗 现实义务 现实义务都法定义务 我侵犯专利权了 法定义务 第二 旅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 很可能 80% 不很可能了吗 第三 金额知道吗 知道多少钱 这不60万吗 还有诉讼费3万呀 所以三个条件都满足 边翻路吗 边翻路 所以待预计负债 60加30 63 那么借营要外支出 损失既有营外支出 那个3万呢 既有管理费 诉讼费既有管理费 就这么一个简单问题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 甲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债务担保 因被担保人 甲公司子公司财务状恶化了 无法支付预期的银行借款 2年12月1号 那么贷款银行 要求甲公司按合同约定 履行债务担保责任500万 但是还没起诉我们呢 没起诉呢 那么甲公司预计 子公司很可能违约 无法支付预期的银行借款 好 那么我们甲公司分析吧 第一 满足不满足 预计负债 三个条件呢 来分析啊 第一 属于现实义务吗 属于现实义务 我签合同了吗 对吧 违反那法定义务 对吧 那么第二 很可能吗 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血吧 第三 金额知道吗 知道 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那么翻路 借记营业外支出 待预计负债500万 没有诉讼费啊 因为还没有到法院去起诉我 但是 那么这个事已经存在了 满足这三个条件 应该怎么 变分路 应该变分路 好 第三 假公司生产的产品 造成某公司集体食物中毒 那么就赔偿一事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结果二年十二月份 对方起诉我们假公司 要求我们假公司赔偿各种经济损失 五顺 我们的法律顾问建议本案不要公开审理 最好停价协商 与对方协商解决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我是干什么 我生产食品的 说食品吗 集体食物中毒 不食品吗 我生产食品 一旦要公开审理的话 就有可能被新闻媒体炒作 一旦要炒作的话 我这些就完了 对吧 谁还敢吃我的东西 我生产东西 对吧 这新闻非常厉害的 你知道吗 好 所以我的法律顾问说了 咱们停下协商吧 私了吧 就这一次 那么法律顾问和当事人接触后 经过双方讨价还价 这就是个博弈 就是个博弈 最好商定赔三十万 那么原告得撤诉 假定说原告已经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了 那么法院受理了 他受理完后 我把钱给他了 三十万支付给对方了 条件 对方不能再起诉我了 对方承诺不再起诉我了 那么这个事项对我来讲 是属于什么 不属于或有事项 属于是确定的事项了 是确定事项 从分路角度来讲 直接借银外支出 带银行资料 赔出去就完了吧 不需要确认负债了 不需要 直接借的是银外支出 带银行资料 赔出去完事 所以他是确定事项 四 甲公司因生产商品造成环境污染 被周围村民起诉了 法院收理了 但尚未判决 甲公司的法律顾问认为 该诉讼 败诉可能性八十 那没问题了 败诉八十 但目前的法律规定 赔偿金额不能确定 赔多少钱不知道 三个条件 起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吧 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那分析吧 第一 是现实义务 那么第二 也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 第三 金额不能可靠计量 所以 三个条件 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就不能确认为预计负债 那怎么办呢 只能作为货有负债 披露去 你不能确认负债 你不能入表 不能入资产负债表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确认 第二 计量 第一 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第一 所需支出 存在一个连续的范围 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 发生的可能性相同 也就概率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最佳估计数 应当按照该范围的中间值确定 中间值确定 说白了 就是上线加下线除以2 来计算出来 条件一定记住 这个范围内 这个范围内 发生的概率都是一样 好 看例题 甲公司21年12月份 收到法院通知 那么什么内容呢 被告知 以公司状告我们甲公司了 侵犯其专利权 要求我们赔100万 这数没有 这数没有 甲公司根据法律诉讼进展情况 和专业人士意见 法律顾问的意见 认为对原告赔偿的可能性 在80%以上 就很可能了 最有可能赔偿金额 70万到80万之间 而且呢 这个范围内的概率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概率一样 70到80 上线加下线除二 同时承担诉讼费三万 好 那么问 21年末 那么应该确认预计负债的金额多少 预计负债的金额 说上线加下线除二吗 再加上一个三万的诉讼费 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来看 确认预计负债 上线加下线除二 再加上个诉讼费三万 是78万 翻路 借记管理费用三万 诉讼费 既有管理费用 那么既有预计费的金额 是上线加下线除二 75 待预计负债 78万 这种题考过吗 真的考过 答案 选择地 好 第二 所需支出不存在的连续范围 或者虽然有一个连续范围 但是该范围内的各种结果的可能性不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来确定其最佳估计 第一 或有事项涉及单个项目的 单个项目的 按照那个最可能发生的金额确定 来看 例题 A公司 假公司的子公司 曾银行取得一笔贷款 假公司为其担保本息和伐息的60% 我就担60 注意 一定要注意 我就担60 本息 本市 本金 利息 加上伐息三个内容 知道了 本息加伐息三个内容 我只承担60% 那么其一部分 那么A公司以其自己的自身的房地毯作为抵押 截止到21年末 A公司预期无力偿还借款了 被银行起诉了 我们成为第二被告 那么银行要求我们假公司以被担保单位 共同偿还贷款的本息 本和息是600万 并支付罚息是10万元 同时承担送送费15万 期末还在审理当中 假公司估计承担担保责任的可能性为90 叫很可能了 叫很可能 没问题吧 且A公司无力偿还 那么我们年末确认预计负债金额是多少 很简单 那么假公司预计负债就是承担的担保责任 而且是那60% 那60仅仅是本息 罚息三个内容的60% 所以来看一下这个资料 那本金加利息600万 罚息是10万 罚息10万 得60% 那么算出366 然后还有个问题 那个诉讼费 题目中没说 没说那就不是我承担的 所以这个内容要看清题目要求 一般来讲是第一倍高承担 第一倍高承担 没有特殊要求第一倍高承担 那么这个顺便说一下 所以这个内容没有管理费内容 所以366借以外支出待预计负债 366 所以提示题目明确 假公司 只承担A公司借款本息和罚息的60% 不承担诉讼费 所以不应将诉讼费用 确认预计负债 只承担 这个不是告诉什么 题目明确了 只承担 只承担 好 只要承担 我们只承担这个内容 不承担诉讼费情况 那么这个诉讼费就不是我的事了 那么也就是说由第一倍高A公司承担了 所以看清题目要求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或有事项设计到多个项目 那么各种可能结果 及相关概率要什么 要考虑 所以这个内容多个项目的时候 第一 各种结果 那么这一个网 还有相关的概率来进行加权计算 这个内容我们后面再举例 现在不再讲 在产品质量保证那块 重复内容不再讲 这种题考过很多很多次了 所以大家必须会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预期可以获得补偿 我们前面介绍过这个内容 那么企业清偿预计负债 所需支出 全部部分的预期 第三方得到补偿的话 好 这个条件 两件事 第一件事 补偿金额只有在基本确定的情况下 什么叫基本确定 是大于95 但小于100% 能够收到时 才能作为自然单独确认 所以这是第一 基本确定 那么第二个问题 确认补偿金额 不应该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最高限额就是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好 下面我们来看2020年的考题 1929年12月17日 贾公司因违反合同 被乙公司起诉了 到了年末 贾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判决 在咨询了法律顾问后 贾公司认为很可能败诉 预计将需要支付赔偿金额 400万至800万之间 而且该区间每个金额的可能性相同 说拔了概率一样 概率一样 你才能用上限加下限刷 那么如果贾公司败诉 并向以公司支付赔偿 贾公司将要求 并公司补偿 其上诉 上诉诉讼而导致的损失 那么预计 这俩字看懂了吗 可能 可能啊 不是很可能 我们要求基本确定啊 对吧 所以差远了 这个概率差得很远啊 所以预计可能获得啊 补偿 这个金额为支付给已公司金额的50% 这个50倒无所谓啊 关键是预计可能不行啊 我们说基本确定能够获得补偿 你才能确认资产 所以这个资料没用了 如果这个改成很可能也没用 你必须基本确定 必须基本确定 好 那么问 假公司X9年 上诉事项应确认的损失金额是多少 好 答案选择C 那么来看 假公司确认的预外支出是上限加下限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这家金额了吧 所以400万加800除以2 等于600万 没有诉讼费 同时 对于丙公司的赔偿 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基本确定 它只是可能 所以就不能确认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C 翻录 境外支出 待机预计负债 很简单 好 这是一个 再接着看 一道计算机 假公司于21年10月份 收到法院通知 被告知以公司状告我们假公司 侵犯专利钱 要求我们假公司赔偿100万 这就没用 假公司经过反复测试 认为核心技术是委托 丙公司研发的 丙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对假公司进行赔偿 那么假公司在年末编报的时候 根据法律诉讼进展情况 及专业人士意见认为 对原告赔偿的可能性 在80%以上 这叫很可能 最有可能赔偿金额 是上限加下限除二 对吧 110至130万 且该范围内各种结果 发生的可能性相同 承担诉讼费是6万 同时从第三方丙公司基本确定 看好了吗 基本确定能够得到补偿 多少钱后面来说 基本确定 好了 那么现在要求根据上述资料 编分录 假定一 假定说从第三方丙公司得到补偿 看好了四个字 基本确定 基本确定可以收到了 基本确定可以收到了 那么最有可能补偿的金额是多少 是80万 好 那么假公司确定预计负债是上限 资料在下方 上限加下限除二 再加上一个6万的诉讼费用 算出126 翻路 诉讼费 走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16万 那么上限加下限除二 120就一万支出 待预计负债126 好 那么同时从第三方能够得到补偿80万 这80万叫什么 叫基本确定了 叫基本确定 既然是基本确定了 好了 那么这个怎么办 确认资产 借记其他应收款80 带预外支出 冲上面的预外支出 去年我的讲义是何在一起写的 那我今天拆开写了 我为什么拆开写 我觉得拆开写 很多考生容易理解 容易理解 所以我拆开写了 何在一起写也可以 拆开写 刀可以无所谓 这两笔分路可以和写 也可以拆开 所以说如果说这道题 我就问这道题 把这个四个字改成很可能 很可能 那么在这种情况 第一笔分路编吗 编第二笔分路编不编了 就没有第二笔分路 所以为什么写两笔分路 那么这样好学习 好学你知道吗 如果讲很可能 那么第一笔分路该怎么编怎么办 但没有第二笔分路 知道了吧 再接下来提示 或有事项确认为资产的前条件 是或有事项已经确认为预计负债了 已经确认 所以确认预计负债 这个负债预期由第三方得到补偿 那么第三方补偿 基本确定是核算的时候 通过其他一收款科目核算 核算什么 这个资产 你不能重预计负债负债 特别强的不能重预计负债负债 这个内容只能是介入到其他一收款中 所以我再接着问 这小题啊 那么到底是基本确定 还是很可能 还是可能等等 可能等等 能够得到补偿 并不影响日期负债券的金额 只不第二笔分手 编还是不编而已了 编还是不编而已了 只有在基本确定才编这笔分手 但编这笔分手也不能充预计负债 看到了吗 所以说你是基本确定 还是很可能 还是可能收到贷化 那么都不会影响预计负债 确定金额 所以不能充预计负债负债 好简定 那么从第三方得到补偿 基本确定 还是基本确定 可以收到了 那么最有可能补偿的金额 改成150了 改成150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借记管理费 速速外还是走管理费用 好 上线加下线出现 还是走一万支出是120 待预计负债 还是126 还是这个126 没问题吧 还是126的话 那么问题出来了 问题出来了 那么基本确定 能够得到补偿150 我们说过了 你确认资产的金额 你不能超过负债账面价值 所以在这里头 借记其他 最高金额就是126 你这是126 那么这个也是126 这个也是126 最高金额就啥了 那么怎么办 下面冲什么呀 那你把上面分子冲掉 就完了 那么代管理费 6万冲掉 那么代盈1万支冲 冲了不就完了吗 冲了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这一笔分子 我还是编两笔 编两笔 我去年编一笔 去年编一笔 现在我编成两笔了 所以再说一遍 你确认资产的金额 不能超过预计负债金额 明白了吗 那么上面管理费 因为就下面冲了就行了 冲掉就可以了 第三 很可能从第三方 得到补偿90万 很可能 那么这个概率太低了 所以纸编第一笔分子 借记管理费用 还是6万 那么借1万支上线 加下线 出还有一把 代预计负债 还是126 还是126 那么 那么 还有下面的分路 没有下面的分路 很可能不行了 很可能 所以特别强调 这几个假定 预计负债确认 与是否从第三方 得到补偿 有关系吗 没关系 三笔分路的预计负债 都是126 都是126 好 这是强调内容 顺便说一下 这个内容 税法是不认的 所以这个内容 税法不认 因为这个内容 只有在什么 只有在实际 赔偿了 实际赔偿以后 税法才认 所以这个内容 第一要纳税调增 没问题吧 反正这个纳税调增 那么第二 是属于可抵扣差异 那么第三 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没问题吧 知道也可以了 后面来说 下面我们再来看 单项选择 19年考题 差8年7月份 甲公司生产产品 使用的非专利技术 涉及到请权 被公司起诉 差8年12月31日 那么案件还在审理当中 律师认为 甲公司很可能败诉了 预计赔偿金额上限加下限 200万至300万 好 然后呢 如果败诉 那么甲公司需要支付 赔偿的诉讼费啊 支付诉讼费20万 甲公司认为 其对非专利技术 及生产的产品 已经购买了保险了 如果败诉 保险公司 那么看好了 保险公司约定 很可能 很可能 看到了吗 注意这仨字 很可能 不是基本确定 没有说基本确定 保险公司 按照保险合同预计 很可能对其进行赔偿 预计赔偿金额15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确认预计负债金额多少 确认预计负债金额 预计负债金额和这个150有关系吗 啥关系都没有 就是和什么有关系 上限加下限初二 有诉讼费吗 那么有诉讼费 所以来看一下吧 因为未决诉讼 确认预计负债金额上限加下限初二 再加上一个诉讼费20万 那么算出270 这低 那么第二 很可能也好 基本确定也好 无所谓 和预计负债券有关吗 没关系 和预计负债券有关 没关系 而且这条题很可能收到补偿 尚未达到基本确定的这个要求 也无需做账务处理 也无需 如果真需要的话 那么预计负债金额变吗 也不变 预计负债金额也不变 好 这是我们讲第二 第三 小题 第三 小题 考过吗 考过 但不经常考 文字级的小题 预计负债计量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第一 风险和不确定性 那么企业存在的 在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本身或有事 不就不确定吗 不确定情况下 判断需要谨慎 使得收益和资产 你不能高估 资产收益不能高估 同时负债和费 你也不能低估 但是呢 不确定性并不说明 应当过多的 过多的 确认过多的预计负债 故意夸大负债金额 不行 所以我们要找到平衡点 要找到平衡点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 货币时间价值 预计负债一般不需要折现 那么相关的 现实义务的金额 通常应该等于 未来应支付的金额 不需要折现 为什么时间短 时间短 但是如果预计负债的 确认时点距离 清长 清长时间 有较长的时间跨度的话 货币时间价值影响 重大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 别忘了要折现 也就用限值来计量 这种情况 我们在固定赞 这块曾经说过一个什么 那个去制费 还记得吧 那个去制费 那么就是支付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核电站那天记得吧 二年报费 二十年后报费 我要支付一笔很大的钱 那么这个钱我要折现到今天 那么今天我要确认 所以那个是按限值的 我们这一章13号准则所讲的这个预计负债的这个确认 一般都不需要折现 好 第三个问题 未来事项 且应当考虑可能影响履行现实义务所需的金额的相关的未来事项 对于这些未来事项 如果有足够证据 表明他们将发生 则应该在预计负债计量时 考虑不考虑未来的事项影响 那么考虑不考虑 则应当在预计负债计量 考虑相关未来事项的影响 那么发生而不发布 不确定事项吗 但是不考虑什么 这句话考过 这句话我们诸块考过 不考虑预期处置相关资产所形成利得 这也不考虑 不考虑处置相关资产时所产生的这个利得等 好 这句话考过 知道就可以了 好 三句话 小题 下面我们来看20年的考题 下列各项关于或有事项快处理表述中正确的是 因为或有事项预期 可获得补偿在很可能收到时确认资产吗 不行 我们说必须是什么 必须是在基本确定 我们说过吧 基本 确定的时候 基本确定的时候 才能确认资产 所以这不对 B 或有资产在预期可能给起带来经济历史 确认为资产 可能更不可以了 也不可以 所以或有事项中预期可以获得补偿 只有在基本确定 基本确定能够收到时 才能与确认 所以选项AB都不对 A和B都不对 C 基于谨慎性原则 将具有不确定性的潜在义务 确认为负债 这也不对 我们确认预期负债 确认预期负债 你必须要知道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一定强调现实义务 第二 履行该义务 很可能导致经济流出起 第三 金额能可靠计量 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的时候 你才能确认预期负债 好 D 在确定最佳估计数 计量预期负债时 考虑与货有事项 有关的风险没问题 不确定性 货币时间价值和未来事项 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标题 不是几个标题吗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D 那几个标题 考过吗 考过 考标题 好 第三个问题 对预期负债账面价值的复合 请应当在资产负债表示 对预期负债账面价值复合 如果确讨证据表明该账面价值 这个账面价值指的什么 指的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不能真实反映当前最佳估计数的时候 那么怎么办呢 调整 按照当前最佳估计数对账面价值调 这个调整属于估计变更 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比如说我上个资产负债表日 我预计能赔偿100万 还没判呢 到了现在第二个资产负债表日 第二个资产负债表日 好 那么国家修改了法律 修改了司法解释等等 说原来赔100万可以 现在不是赔100万 赔120万了 多了20万 那么这20万怎么办呢 赶紧调账 使得预计负的账面价值 能够反映当前的最佳估计数 所以差20万 补来补了吗 借记营业外支出 带预计负20万 再补个20不久 这就是复合 那么再设备是估计变更 再看15年考听 下列关于或有事项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或有事项形成的预计负债 是且承担的什么 是现实义务 这对吗 现实义务 不是潜在的 一定强的现实义务 B 或有事项所形成的 或有资产 应当在很可能收到时 确认错了吧 不是很可能 是什么 是基本确定时 基本确定时才能确认 C 预计负债计量 应当考虑 与相关的或有资产预期处置产生的损益吗 考虑吗 刚才说不考虑 不考虑 所以不考虑其相关资产 相关资产 什么 预期处置的这个产生的损益 损益 不考虑 那么第 预计负债应当与其相关的或有资产 相抵耗在资产负债表中 以净额劣势 错 没有这说 没有这说 预计负债和或有资产不能相互抵消 不能相互抵消 这俩没有抵消问题 那是或有资产 或有资产根本不入表 那有人说 老师 预计负债和其他因素能不能抵消 不能抵消 各走各的账 各走各的账 这也不能抵消 这个注意一下 所以这里答案只能选择就是A了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 确认和计量问题 我们就到这 那么这个支点是为我后面的支点做铺垫的 所以大家要把这基本内容搞懂